17年混了四位男艺人,网友,大气板成啊! 都说出名要趁早,在适合的年纪出道,颜值稍好点就会被称作小鲜肉拥有一片迷昧。 不过不是每位小鲜肉都有博乐相助,很多人一生都只能跑龙套。 在去年,有四位比较老牌的男艺人火了,他们分别是郭晶飞、雷佳音、翟天林和周一维,个个都是演技派,颜值也还不低。 79年出生的郭晶飞出道很早,不过今年才算是步入大火。 主演《护门标局》走进大众视线,之后一直不温不火,虽然出演作品不少,不过都没有激起什么浪花。 在今年和雷佳音李光杰的互对引起不少关注,由于坚定自称TF老Boys,这一组合也是为自己吸粉不少。 雷佳音李光杰也是演技派一位,出演作品也很多,83年出生今年才频频出现在大众视线。 参演《秀春刀2》,合作杨幂张震等高人戏演员,红毯上被冻得瑟瑟发抖,拍照时无处安放的双手,一颗无人可比的大头被称为红毯四巨头之一,和郭晶飞之间的无下线虎黑等等话题让雷佳音迅速火起来,搞笑风格也是均粉无数。 87年的宅天林是真的人长得帅眼寄了的性格又好,奈何就是不出名。 去年参加浙江卫视的喜剧总动员,无剧本临唱发挥完美演绎。 天辈演员的应变能力和临唱反应力,又很会制造笑点,这种好性格不做作的男艺人真的不多。 后来参加演员的当生,精湛的演技再次被观众赞叹,也成为唯一一个挑战导师成功的嘉宾。 82年的周一为同样是凭借演员的诞生而走进大众视线。 刚出场就让领后张紫怡秒变迷昧星星眼,演技好颜值也高,今年总算大气完成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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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